分享一个我家常吃的辣椒酱的做法 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非常的简单 准备小米辣半斤 丢进清水里面 将表面的灰尘给抓洗干净 然后将地给去掉 如果不喜欢小米辣的话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辣椒 清理好的辣椒 放进菜楼里面 控水备用 准备蒜头四个 差不多一半斤重 将它一个一个的给掰下来 然后将每一粒蒜子拍一下 这样可以方便去皮 然后将蒜皮给去掉 包好皮的大蒜 放进清水里面 抓洗一下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然后再准备几颗香菜 将根和地给清洗干净 洗好之后 控水备用 再准备半个洋葱 将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 也放进香菜里面 然后将大蒜 倒进绞肉机里面 将它搅成末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进碗里 再将辣椒也打成末 辣椒可能要稍微多打一会儿 打好之后 也倒进碗里 锅里放入食用油 稍微多一点 差不多有300克 然后加入八角 桂皮 香叶 花椒 然后再加入洋葱和香菜 小火慢炸 带洋葱 表面颜色变深 这样就可以捞出来了 关火 让油温降到五成热 然后下入蒜末 开小火 搅拌一下 炒出香味之后 倒入辣椒末 将辣椒和蒜末 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一勺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 再来一勺白醋 加入食盐 三小勺 每一勺大概有五克 然后再加入白糖两勺 加入白酒两瓶盖 然后小火熬干水分 全程大概需要四分钟左右 倒出来放凉 这样我们的辣椒酱就做好了 非常非常的香 用来炒菜 用来拌馒头 用来拌面条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看这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储存的时候将表面摊平 让油浮在表面 这样的话可以储存的更久 放在冰箱里面几个月都不会坏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玉 拜拜